本期生存中 我将收集铁矿 金矿 下锦合金矿 等各种稀有材料 合成复仇者联盟武器 去征服墨地 打了墨影龙的腰子 那么兄弟们 认为我能否击杀墨影龙呢 认为能的 请把能打在公屏上 认为不能的 请把不能打在墨影龙的墓碑上 赶紧露树 争取早日致富 在制作复仇者武器之前 我们需要先制作出 复仇者工作台 我们需要一个红石块 和普通工作台 先制作一些木质工具 这边有两只羊 做床是不够的 看看这边还有没有 能早点有床 就不用担心夜晚了 边走边收集一下食物 这样就可以在矿洞里面 多待一些时间 好的 我们来收集一些石头 这边还有煤矿 也一起挖掉 实际物资都有了 我们直接去找矿洞 众里寻他千百度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合成活把 我们下去看看 铜我们是需要的 这个我们要多挖一些 这边再走 我们就出去了 我们直接向下挖吧 运气不错啊 这么快就有铁了 我们再挖深一些 看看还有没有 这边应该是没有了 我们先把铁烧一下 做一把铁岗 这样就能提高我们的速度 我在边上又找到了 一个更大的矿洞 这边的矿石更多 我们都开散一下 哎哎 兔石 哎呦拜托呀大哥 这个山洞很阴森的 你不把我送走 心脏病都要把我送走 这边的矿石很多 我们多收集一下 嗯 红石 那我们的工作台 就能制作出来了 哎呦 钻石 一块两块 四块五块 这可以去下界了 前面还有红石 我们都搞一些 现在我们直接去上面 合成副组者工作台 准备好了吗兄弟们 呼呼 帅呀 兄弟们 工作台有了 接下来我们直接去下界 寻找物资 把这些羊毛收集一下 哎 这边正好有一个岩浆池 我们去搞洞水 制作地狱门 可以 更忙 可以 站住 好 好 这是